再來的話 首先第一個 如果剛剛你的程式有發生錯誤 請你把它修正一下 理論上結果應該這樣 把它輸入一個公式 它就會非常方便的 插入使用者定義 找到這個手機函數 然後給它相對應的參數 這樣子應該就OK了 結果就沒有問題了 向下填滿就完成 但是剛剛有發生一些問題 包含就是說 這個程式好像執行的時候出現錯誤 像我剛剛的錯誤是出在哪裡 我應該有印象 LT加F11 我剛剛好像這個地方有沒有 它沒有改對 所以我把它Ctrl D一下 Ctrl D 錯了對不對 可是問題 假設說你現在發生這個錯誤 比如說我剛剛回到我剛剛錯的地方 它回來沒有東西 老師你怎麼辦 錯了 OK 請各位注意 以後如果假設你程式發生錯誤的話 以前傳統的方式真的很麻煩 你要怎麼樣自己看 而且這個字太小了 我是建議你這個字把它放大 工具選項 工具選項裡面的撰寫風格 可以把它改成14號 把9號太小了 OK 14好了 OK 你可以看到其實錯很明顯的啦 其實就返還結果 這個地方沒有對應到 所以它漏接了 但其實它要回傳給自己的時候 會再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大概流程是這樣子 可是你說老師我是程式小白 其實我看不懂怎麼辦 其實跟各位講 以後你看不懂沒關係 很簡單 你只要把這一串程式複製起來 錯對不對 你就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這個程式貼給childGPT 然後開頭的地方就是多一個敘述 就這樣子 然後冒號好了 好 請幫我除錯 把程式貼上 這樣簡單吧 而且不只是VBA 以後你們寫任何程式都可以 你要寫C、C++、Java、Python都可以 哇 太棒了 OK 我認識了 我按這功能對我來說 簡直實在是太棒了 尤其是同學常常有問題問我 然後他程式出錯 他不知道哪邊找不到 很簡單嘛 你貼上馬上知道了 你會發現喔 貼過去之後 他在不到幾秒鐘的時間 馬上把 我看一下 他這個 這邊是 請幫我出錯對不對 然後底下他有個回應 喔 馬上知道 馬上幫你把問題找出來 他說 他說在你的函數中 最後一行 馬上跟你講 最後一行 串接手機函數是錯誤的 哇實在太厲害了 所以如果講是你的程式非常隱藏 他一樣會自動幫你找出 好 不是只有這樣喔 因為你使用了錯誤的變數名稱 來返回結果 正確的應該是手機函數 所以意思就是說 把這個改成這個 結果就OK了 應該就看得懂了吧 而不是這個 所以其實你就要把最後這一行 這個地方改成手機函數 那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OK 而且你還如果談你還不知道沒關係 他這麼貼心喔 以下是修正後的程式嘛 所以你實在還看不懂沒關係 你只要再把這一段複製有沒有 再貼回去 這應該我想 這已經做到這樣子了 你說你寫不出程式寫不正確 我應該覺得應該 OK好啦 所以以後你要改什麼都沒關係 你只要請他跟他講 不然你幫我改好了 錯了沒關係 請你幫他找出錯誤 我是覺得也沒什麼好找 還不會寫的啦 OK 那剩下來就是你要知道 你這個程式要怎麼用 怎麼執行 OK 大概就這樣而已 好 所以基本上 今天這個第一個Function寫完了 但是如果 如果我的需求不是Function 我剛剛講過VB有兩種型態 一種叫Function 這個比較接近之前 我們用寫公式的這種寫法 另外有一種我覺得 比這個還要更多人使用 大家比較喜歡第二種方法 什麼方法 就是請你在這個程式的旁邊 這個地方旁邊寫增加一個按鈕 當我按下這個按鈕的時候 它就什麼問題都不用問 直接幫我把這個裡面的資料全部完成 第二個按鈕 也許再增加第二 第二個按鈕是按下清除 自動按下清除把這裡面的資料又清空了 OK 大概會有兩個功能需求 那你想說這個程式該如何寫 其實也很簡單 那只要怎麼樣呢 你把剛剛的敘述稍微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那改的地方很簡單 我們剛剛的這個敘述有沒有 我有特別強調請幫我撰寫VBA的方選程式 那請你把這個方選直接改成Sup就可以了 OK 我們來試一下 OK 所以這個地方把這一段有沒有 Ctrl C 甚至啦 你可能這不用重講了 甚至你在底下直接就跟他講這個開頭的敘述就可以了 請幫我改成VBA 你可能從後面都不用 因為他上面已經做過了嘛 所以他會記得 你直接跟他講說 請幫我改成VBA的Sub Sub的話就是SUB 一般的解釋 翻譯的話一般叫子乘式 也就是一個大的模組底下的一個子乘式的意思 或者也有人翻譯成副乘式 反正就是一個很大的城市裡面的 一段一段的城市的意思 OK 反正Sub應該就是有底下的意思 OK 有什麼Subway或者是什麼 類似啦 OK 反正就是 好 那底下要不要寫就看你了 OK 有的時候我都懶得寫 因為我有講過了 然後Ctrl C會記得他沒那麼笨 你就直接請幫我撰寫VBA的Sub程式 就這樣而已 OK 執行 上面不講看看 他會忘記了 如果忘記他會問你說你要寫什麼 他會重新跟你講一遍 如果沒有再問你的話 他就會直接幫你把城市產生出來了 那這個城市的話理論上開頭 會是Sub 結束就是End Sub 不過他說什麼 發生錯誤 請審核重要資訊 因為太多人跑了 因為最近我聽有些人講說 因為他升級O1 所以他的那個Server可能 這個Loading變很重 所以變成說跑起來好像會比較慢 我再重新改一下 記得把Function改成Sub 大小寫沒有關係 執行一下 好 這個時候就OK了 再來的話你會發現 他真的還會記得 他直接幫你串接 0.9 然後F列 G列 不過還有一點 因為Sub 我們可能還是 最好後面還是要跟他講 輸出到哪裡 那我沒講 我看看他會不會正確 目前來看他好像 蠻聰明的 他說09串接F F然後G 那輸出到哪裡 將結果輸出到E列 我看一下E對不對 好像是E沒錯 OK 那所以不用改 但是如果你將來假設 擔心說會做錯 你可能還後面可能要補一下 幫我輸出到E4 到E103這個範圍 不然他會出錯 目前看起來還沒錯 沒錯的話我就把層次複製一下 接下來一樣貼到哪裡 貼到這個範圍 貼到剛剛的那個模組下方 把它貼在End function的下方 貼上就可以了 OK 那貼完之後的話 如何執行 跟各位講 這個Sub跟Function 執行的方法完全不一樣 如果你是Function 請你插入函數執行 如果你是Sub的話 特別注意 請你在這個地方 哪裡 上方有沒有看到 工具列上有個叫 有點像是一個執行音樂 Play的一個按鈕 就是這個 所以記得如果你要執行的話 請你把它放在Sub跟End Sub中間 任何一個地方 反正你就點一下 然後按下上方的這個執行 看一下結果 目前看到結果好像就是對了 有沒有 這個地方結果 他就幫我輸出了 好 那試試看好了 這個部分我是覺得 如果你能夠跟Charlie P溝通良好的話 理論上應該層次產生不會有問題 但是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那你就是自己再補一下 我建議剛剛好像我少了一些敘述 就是你們可能會出錯 就是這個後面可能再補一下 可能可以在前面這個編輯訊息裡面 請幫我撰寫VBA的Sub程式 然後後面的話可能斗點 將結果 14-103 那一般習慣到的話就加個冒號就可以了 冒號的話就是範圍了 OK 哪裡到哪裡就冒號 將結果輸出到14-103 那為什麼知道14-103就這個 你們看一下這邊Excel不是14 Ctrl向下的話就是移到最下面 剛好是103 所以我希望他幫我把14-103的結果輸出 那我跟他講說再補一句好了 幫我將結果有沒有 將結果輸出到14-103 他就知道你要輸出的範圍在這裡 因為Sub不像Function 你游標已經放那裡他就知道了 那Sub是不知道你要輸出到的 所以剛剛Challie Viewer的證明說正確 因為他猜的 就是他猜中了 不過偶爾會猜錯 OK 有時候他不知道你輸出到哪裡 那為什麼猜對 因為你前面有Function Function你執行的時候呢 他就大概可以猜得到說 原來你大概資料長什麼 因為他有點像像什麼 蝦子摸象有沒有 不知道他其實很抽象的 大概猜想你的需求 所以如果你假設敘述越完整 錯誤的機會越小 那如果你發生錯誤怎麼辦 沒關係 這個問題的前方不是有一支筆對不對 你可以把這一支筆點一下 有沒有這個筆點一下 再去補一下問題 再重新傳送 他就會幫你把你剛剛的錯誤問題 重新再跑一下 OK 所以你不用擔心 反正這個還蠻好用 我覺得我自己試了幾次了 我其實說真的我沒有試很多 但是我發現他正確的情況已經很高了 所以這個修改的機率其實也不高 OK 理論上大概就注意幾個細節 就是請幫我撰寫Function程式 那第二個的話就改成 請幫我撰寫VBA的SUB 特別就是SUB程式 那SUB跟Function最大的差別 是因為SUB不知道輸出到哪裡 所以你要補一個 將結果輸出到哪個範圍給他 OK 那結果OK的話試一下